是太棒 如果對待看超系的人 有的人覺得 可以早一點做爸爸媽媽的話呢 今天我們要為你做一些示範 因為我們邀請的是有八位的媽媽 她們的年齡分布 是在18歲到25歲之間 也就是在25歲之前 就已經成為母親 是什麼樣的感覺 那這八位目前是背對著我們 坐在S跟我的對面 歡迎這八位 你們好 歡迎 從背影看起來的話 應該沒有辦法 有任何人讓S覺得是媽媽吧 完全沒有的話 是第一排最左邊橫條文衣服 橫條文衣服 真的看起來不像媽媽耶 她的身體沒有媽媽的味道 是 而且她連側臉看都覺得是小孩 對 小學 所以三位我們要請她們 轉過來的時候 然後我們來判斷一下 她們的年齡跟她們小孩多大 好 好 八位妹妹請一起轉過來吧 1 2 3 請轉 好小喔 是小孩耶 所以你們剛剛講的橫條文 這位叫做林欣喔 她應該就是個小孩嗎 對啊 對 真的 真的啊 大女兒 我今天真的是以娘跟媽媽的身分 來參加的 我現在一轉頭看到你真的覺得 媽媽 真的 我真的是媽媽 你是媽媽 所以這幾位呢都是母親 然後呢 她們的小孩 等一下我們會知道她們的年紀 不過先來看看她們本身的年紀好了 好 所以二十五歲的那一位你們找得到嗎 應該就是米凱吧 所以有編的要猜有編 S覺得是米凱 對 凜凜或是米凱 薩克莉覺得是凜凜嗎 我就是米凱 因為她練開始變成熟 OK 好 米凱請把你的牌子轉過來好不好 好 二十一 我現在只長得比較成熟 對 等於還在念書嗎 對啊 目前還在大學 你看大學就是成熟了 她女兒一歲了 所以 妳是不是因為個子高 然後穿得比較 是因為個子高 然後又有髮型的關係 所以妳在學校的時候 有經歷過整個大肚子的過程 對 妳十九歲就快運了 對 哇 一直挖… 好 艾莉克斯要找真正25歲的 對… 誰 就是妳剛剛講的 背後… 對 妳就是芽芽嗎 對 因為我覺得她 所有的就是 年輕媽媽 感覺上就是 恢復得都很快 好 那個 剩下七位還沒有揭曉的 25歲那位請舉手好嗎 是誰 我本來想是不是 是她 或是芽芽 對 她沒有線索啊 她沒有線索25啊 她裝年輕 她有瀏海加辮子 她剛剛跟我們拍照 她都裝年輕 她說 而且她… 3 2 1 原來是很玩喔 很玩 對 妳已經… 妳已經不是學生了 不是 就家庭主婦 真的是這樣 妳平常這樣打扮嗎 對 所以妳跟其他 就是跟妳同年齡的人 一起出去 就是只有妳一個人有小孩吧 就是正常有時候出 就是變成交友圈 都會變得是媽媽 就沒辦法跟少女出去了 妳有想要 只跟媽媽做朋友嗎 比較聊得來 二十二歲才懷孕 我覺得二十二歲還好 沒有 二十一個懷孕 二十二生了嘛 對 你們這麼計較喔 二十一懷孕 二十二生 對 二十一受孕 對 受孕 這個可以這樣 是幾月幾號事情 二十一受孕就覺得還好是不是 超過二十歲 沒有啊 也是年輕吧 也滿年輕的 十九的猜一個吧 那就零星啊 對啊 應該她 零星或圓圓吧 我覺得是BB BB 你年紀比較大吧 二三 二四 你剛剛說 你剛剛說她年紀比較大 你會看到她的臉 就突然... 沒有啦 她最大也太二十五嘛 對啊 我們在這個裡面 我覺得BB大概 二三 二四歲 二十二 我覺得二十二 BB來 轉過來我看 二十一歲 二十二 女兒一歲 所以照你們推算 十九懷孕 BB是妝吧 她化得比較瘦 她也沒化什麼妝啊 BB現在二十一歲 然後學生嗎還是 不是一個家庭主婦 也是家庭主婦 也是因為懷孕 只好走向家庭主婦的人生嗎 對 對 開始學煮菜啊什麼的 哇 零星麻煩妳把牌子轉過來 十九歲 所以是她嗎 女兒... 十九歲 女兒十一個月 等於說她像是幾歲受孕的 十七 十七歲 十七歲 是不是十七歲 十七歲 十七歲受孕 妳竟然沒有 哇 因為妳說還有一個十八嗎 等一下 十七 十七歲的時候是在學校嗎 對 幾年是... 高中而已 高中 妳爸爸有沒有拿槍 有拿刀子去追妳那個男人嗎 沒有 我媽有臉變掉啦 我媽聽到的時候 臉整個拉下來 說我怎麼也不知道 我怎麼也不知道 我們女兒有心 我看不出來 妳是哪裡人 台中 對 妳媽媽生妳時候幾歲 我媽生我二十一 所以也年輕 所以媽媽那麼年輕啊 我還有一個哥哥耶 所以妳媽媽也是十幾歲 就生你哥哥的意思 對 可是古時候本來是很容易自找媽媽 所以那個可是... 妳媽媽懷哥哥的時候幾歲 十六 妳跟妳講 好像被媽叮了是不是 對 沒有 農業社會的一切都是很正常 誰跟你講農業社會 農業社會 誰提到農業社會 她說她台中人 誰提到農業社會 不是因為早期的爸媽 本來就很容易早生小孩 不是 做什麼的 做生育片 沒有比十九歲更小的了吧 有嗎 是你 你媽是最小的 那是芽芽 芽芽我錯怪你了 對不起 對不起 我對不起 芽芽,你幾歲 十八 小孩子多大 三個月 他剛生完 等於是十七歲的時候懷孕 對啊 是這樣沒錯嗎 還是十六 小孩在叫媽媽了 十七歲懷孕了 那是今天的小孩 誰的小孩 真的是芽芽 是你的嗎 是你的小孩在叫媽媽 對 聽到她的聲音 懷孕的時候是在念書嗎 對啊 你現在還在念書嗎 現在沒有了 畢業了 所以懷孕這件事情 應該是不小心發生的吧 是不小心的 他們當中年紀最大是二十五歲的 這位婉婉 她的兒子三歲了 所以剩下三位 應該介於十八到二十五之間 請一起把牌子轉過來 十九二十三十九 在學校的時候 當你知道自己懷孕了 結果班上同時另外 有四個女生都在懷孕的那位 請舉手好嗎 什麼意思 他知道自己懷孕的時候 他們班上有四個女生都懷孕了 在學校啊 對 休息 休息 順利一點 你們真的太... 你說一個班上有四個女生懷孕 都是十七歲 高中喔 因為那時候我是讀夜校 對 夜校有不同年紀的 就是女生這樣子 所以另外三位 另外三位年紀都比較大是吧 就是十八、十九 然後有的二十二、二三這樣 也是小 十八、十九是十五 這麼老嗎 明明啊 怎麼搞的 所以妳 簡直學校廁所要附上那個 綁尿片的地方才行啊 所以老師對這些事情 都已經習以為成了嗎 老師也懷孕了 我真的 目前另一半 都在你們身邊的舉手號碼 對 都在你們身邊 都很好啊 也不錯啊 那非常好 然後你們當中有一個人的先生 是二十八歲的舉手號碼 OK 艾薇薇 不是,他二三 所以... 他二三、他現在二十塊 OK啦 所以妳跟妳先生怎麼認識的 朋友介紹 去唱歌吧 然後他唱歌很好聽 然後就... 結果等一下就懷孕了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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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故事會進展太快了 交往多久 兩個月 兩個月就懷孕了 對啊,不小心的 然後就結婚了嗎 有暗示性的跟媽媽說 就是我想跟男朋友去公證這樣 那媽媽就打電話給我說 你是不是懷孕了 我一開始否認 因為我怕被我媽打 然後他在電話要結束前 他就說 如果有了不要拿掉 媽媽幫你戴這樣 媽媽要幫你戴 然後我就還滿感動的 所以算是很順利的一個 那個坦承的過程 對 可是他後來媽媽沒有幫他戴 沒有戴嗎 就... 說了一句大話 對 媽媽後來實際上 沒有幫你戴小孩 因為外婆生病 媽媽去照顧外婆 對,然後我就全部自己戴 跟爸媽講了之後 然後另一半被毒打的是誰 我 妳跟男生交往多久 交往一年多 然後也是意外懷孕 對 男方的年紀跟妳... 差13歲 會覺得被拐了啊 就有點被騙的感覺 他是社會人士 對 就是... 從事哪一方面 冰藏業 買冰藏業 買冰藏業 她故事起伏都要這麼大 對啊 妳怎麼認識她的 也是朋友介紹的 然後唱歌很好聽嗎 沒有... 我們算是... 應該是有沒有都實力化妝吧 有... 我們算是遠距離戀愛這樣子 哪裡跟哪裡 高雄 台北 妳在高雄 對,我是上來接活動啊 然後認識朋友介紹 對 廚師人嗎,妳是 不是,就是一般... 表演嗎 跳舞 舞蹈員這樣子 葬禮的舞蹈表演嗎 不是... 剛好就是朋友介紹 就他當司機這樣子 當我們的司機 然後就認識 不是 我沒去聽到 他沒這樣 認識多久才懷孕 也是一年多 就一年多 對... 當時候 去跟爸爸講的時候 就是去先介紹男朋友這樣子 然後突然 那時候已經懷孕了 對,已經懷孕了 老爸剛剛沒見過面 根本不知道有男朋友 對... 沒有見過面 桿子好大喔 對,然後... 就問一下 妳從來沒有發生過性行為 對... 因為我那時候也年輕 然後我爸爸比較傳統 都不知道這樣子 他可能心裡也有底 然後他也... 就沒有跟我講這樣子 後來我爸爸就很生氣... 然後我就哭啦,我很害怕 然後我老公竟然就是爬... 爬牆進來說 阿伯,對不起這樣子 就是不小心把你... 他為什麼要爬牆進來 他不在 因為他怕我被打 我那時候有懷孕 所以妳先一個人面對爸爸 對... 然後他躲在外面 就是我怕我老公被打 然後翻牆進來之後 就有被打 拿鐵棍這樣子 誰被打 我老公 他老公被他爸爸打 然後我那時候躲在旁邊 因為我怕... 你怎麼會有鐵棍啊 對啊 因為我爸是做冷氣的 工具... 工具很多 這是一部電影吧 這躲不掉的 所以妳說鐵棍 就是放在客廳的某個角落對不對 對...然後我爸就找... 找那個鐵棍啊 就打他 然後他就一直說 阿伯,對不起這樣子 因為他也就是誠心誠意的 想要就是娶我這樣子 是像戲劇中那樣子 跪在地上 扶住他的手說不要再... 就擋住說 阿伯,對不起這樣 最後我爸又很生氣... 然後去二樓,衝上去二樓 找更嚴重的那種 更大肢的那種鐵棍 他在想 上禮拜收個冷氣 有一個比較大一點的 沒有啦 就是更是好好的冷氣 比較大 好好的冷氣指標 對 小偉蛇單憂女兒數片 康勇提出合理解釋 妳是米凱兒 這禮拜年幾歲 二十四 二十 他也是做事 對,出社會的 然後也年了 二十 好,也年輕 同學嗎 學長 為了要讓你們念女校 絕對念女校 絕對念女校 好棒 我打電話 我打電話 這... 對不起,我也不知道 會不會嗎 女校不給你男老師 好嚇耶 學長太可怕了 很難防耶 那校長比較麻煩 他打你老公是應該的 我從爸爸的立場來說 對 未來 你一分幫我女兒這樣 我一定會... 我找到大的鐵棍 對,冷氣種 插下去的 你應該是槍吧 所以今天錄完 我現在要去買個鐵棍 所以我們現在鐵棍 都隨時要準備好了 我買兩個 搞不好二送一 爸爸是... 請問爸爸們覺得女兒 應該要跟人家發生關係的年齡 十幾歲 就一輩子不要碰 對,我非常的託意 對... 所以知道自己懷孕後 先跟媽媽說的舉手好嗎 想到先跟媽媽說 應該 然後爸爸是比媽媽晚知道的舉手 都知道嗎 都是 所以爸爸會比媽媽更生氣是不是 所以芽芽的爸爸也是 比媽媽晚多少時候知道 晚兩個月多 那兩個月中間你有顯露出 懷孕的樣子嗎 有被不小心爸爸有看出來 他怎麼看得出來 就有一次家庭烤肉的時候 然後就穿比較緊的T恤 大家就在嘲笑說 你好像怎麼變胖了啊什麼 那爸爸就覺得不對勁 事後就問媽媽 然後媽媽就有跟他談談 爸爸看得出來 胖跟懷孕的差別 爸爸有經驗啦 因為胖跟懷孕是不一樣的 他的肚子不是... 你不會寬嘛 胖會寬 當年媽媽還是穿同一件T恤 就有喚醒他的肌肉 所以本來妳跟媽媽講好 是要幫妳保守這個祕密是不是 等再大一點再講 為什麼呢 怕爸爸會不同意就是說 妳一定要就是 拿掉 對 之類的 OK啊 過了 所以媽媽是同意生下來的 溝通之後媽媽是答應的 妳的另一半幾歲 19 都是小孩 妳們這一集是打算一直倒抽冷氣嗎 一隻 對 妳沒有小孩的人 沒辦法理解我們的心情 照片 我真的要... 好可愛喔 都是小朋友 都是小朋友耶 對啊 所以他現在妳老公會在讀書嗎 沒有 在工作 在工作 這樣妳們兩個的外型 看起來應該是出去玩的時候 還是有很多人 想要跟妳們認識的那種 還好啦 妳有在擔心妳老公 去外面玩的事嗎 不會啊 他是從事哪一方面的工作 餐飲業 餐飲業 會接觸到很多客人的那種 對啊 客人 他比較不會啊 他滿乖的 是喔 對 可是妳在家帶小孩 妳怎麼知道他在餐廳乖不乖 妳要不要去死 妳要去死 還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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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們應該另一半都超過十九了吧 米凱的... 米凱的另一半幾歲 二十四 二十四 她也是做事了 對 出生會的 OK 然後比比的是三十多 婉婉的是... 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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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妳說她十九 對 所以她們妳二十五 妳二十一懷命 她是十五歲 我剛剛馬上要... 對 厲害 我這樣趕回家 你們今天太脆弱了 我們都見到了 林欣呢 妳的另一半 二十五歲 二十五 然後演員的 二十 演年輕 同學嗎 學長 我絕對念女校 也有男老師啊 好 我打個電話 教師 對不起 我也不知道 有語部嗎 語校部可以有男老師嗎 好嚇人 學長太可怕了 很難防耶 那校長比較好嗎 第二次打個電話 這場校長他已經有社會利利 他會好好照顧我女兒 可是學長這個公司 就是一個未知數 請問是中學的學長 國中學長 然後呢 他...你們倆那時候就交往了 還沒 私人是六年多才交往 然後交往後 有打算這麼早 沒有 當爸爸媽媽喔 就是才交往不到一個月 不到一個月嗎 就是一起出去住 就一起出去住 因為他翹家 對 所以是妳跟他說 說我想要離家出走 妳要不要一起出來住 沒有 我就是剛剛好就想說 我忘記了那個時候 所以那個時候妳很叛逆是不是 很叛逆啊 就愛玩 然後他有住 那個時候他才十九歲 也才一年前耶 對啊 那個時候 我覺得你們真的都流露太多爸爸的氣質 我會聽清楚 我們一直在捏手 對啊 OK好 所以翹家的原因 是因為跟爸媽吵架 那才翹家嗎 還是說妳本來就喜歡 因為爸媽管他也 兩個都離家出走 嗯 就住在一起 正好朋友有個空房 因為他那時候是在怎樣 對 妳臉色很近 對 妳臉色很近 他也不是連女兒 你臉色挺心的屁啊你 不是 這應該是我比較選擔心 你知道嗎 因為我現在坐在這裡 他的女兒都已經十一歲了 要國中了 好 那妳很快就可以面臨這件事啊 對 沒有 因為妳剛剛說 我剛剛在算嘛 他說他十二歲就認識這個男孩子了 對 對不對 可是沒有交往 沒有交往 所以 所以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兒子都九歲了 他已經 他十二歲就認識他現在的老公了 所以他怎麼樣 所以很緊張啊 再過兩三年 再過兩三年 你兒子可能就會讓別人受孕啊 我真的 我讓他怎麼樣 比較緊張了 就是Papi 就是Papi 所以我的朋友 他是六年紀的老師 如果要受孕的話 是你們好注意的 鼻子受孕還比較不會生氣吧 就是你兒子讓他女兒受孕 應該比較可以解消 不要講 我會不舒服 不要講 沒關係 沒關係 對 所以Vicky有 Vicky有四個女兒 四個女兒 她有四次機會可以 可是因為她剛剛說她是獨生女 所以她覺得父母給她壓力太大 爸爸媽媽對你的嚴格 令你不想住在家裡 是嚴到什麼程度 就是你放學 就是時間是幾點 你幾點前就要到家 就是放學就回家 然後上 週末可以嗎 不行 因為我媽怕我就是 懷孕了 好可愛 好可愛 結果就真的好可愛 你今天有帶 你今天有帶照片來嗎 有啊 好,我看看他們家照片 你媽媽應該很嘔吶 好可愛哦 他... 老公也是可愛型的耶 對 你爸媽那麼嚴格 他們得知這個訊息 不是瘋掉了嗎 其實知道了 你們也不能怎麼樣 因為我媽她其實也是很早婚 你媽媽多早 十五歲就生我 五歲 所以她是一生另外一位 我生不少媽媽來了今天 你媽媽多媽媽 十五歲,為什麼 農業社會的是我們不要追究 OK 等一下,長輩是務農的嗎 對 那是誰 媽媽... 你媽媽是做哪一方面的 這是媽媽嗎 對 對 媽媽好年輕哦 那是你的小孩 你媽媽跟你的小孩 對,我媽媽六十九年次的 媽媽比我小 她現在三十六歲啊 都當阿嬤了 因為十五歲生她 她現在十九歲 不就三十六歲 我六十七年次的耶 你已經當阿嬤了 董哥 先讓我沈澱一下 所以,圓圓 你看到小孩子的時候 會想說 這個女生跟你媽媽差不多年齡嗎 會 藍迪呢 對 有一點 有一點 對 像阿姨啊 你有阿姨味 對啊 不承認 好,所以林玲你 你告訴媽媽的時候 拖了多久才告訴爸爸 一個禮拜 好 所以媽媽是守不住秘密還是 她是馬上跟她講 嚇壞還是 就是很感傷 感傷什麼 就突然感傷 覺得我好像要離開她了 她不是在感傷 妳太早懷孕了 不是 她是覺得說妳要離開家 然後變成自己的小孩 對,然後就覺得小孩帶小孩 所以她有... 她有規勸過說 不要這麼早當媽媽嗎 之前有提醒過 結果妳還是做到了 就順其做到 什麼叫妳還是做到了 不是,不是 因為我希望你們暴行 可以正面的態度 你們這集... 你們這集太負面了 你們一直... 沒有負面啊 沒有,我們很正面在看啊 我們是很正面啊 萬一他們就會很想要 很早當媽媽呢 三位 是想懷孕的 所以你... 一開始本來就想要 找找當媽媽的 對,因為我媽也是二十歲生我 所以我就是依我跟她的 對,這叫做妳做到 對不對 這是我的方法 這是我的方法 也是 我沒辦法說妳做到了這種話 妳這樣還要對妳來說嗎 不可能 我女兒現在還在喜歡看Elsa 跟Anna 我在這裡 WOW 零星年光超圖特 康永小惟斯 超失禮 妳老公是一個很成年的人嗎 25歲 老臉 有需要 有需要 人家有問妳這個意思嗎 是 真的 可是她要用看引心出去 零星素顏 人家應該會覺得 叔叔大姐 有可能是叔叔 對啊 然後這是 務農的照片嗎 還好沒有照片 對不起 妳看說妳願意當媽媽 那妳媽媽也同意嗎 我老公是我媽媽介紹的 所以他還滿喜歡這男生 就完全正面的看待這件事吧 對 他就是有先問我說 那我決定是要生嗎 我就說對要生 他就同意這件事情這樣 那妳學業還沒有結束 對 他是問我說學業怎麼辦 然後我告訴他說 我就不會休學 我答應他就是一定完成畢業 所以我一定 就是會完成我的學業 所以現在小孩 是誰在幫妳顧 我上課的時候 是婆婆幫我顧 妳們照片看起來好年輕喔 這是妳嗎 對 妳沒有化妝 好像小女孩喔 妳是不是覺得 那麼年輕生小還是好事 我覺得滿好 因為我跟媽媽 就是沒有什麼代溝 然後就是像姐輩這樣 衣服也可以一起穿什麼的 就是我覺得生活起來 比較開心 所以妳懷孕那一陣子在班上 同學們看得出來 妳身材改變 可以穿一樣 到後期我告訴他們 就先告知他們 就是我可能身形 會改變這件事情 現在跟你同年齡的人 然後也想要懷孕 你們會勸阻她的舉手 Bibi為什麼 太少失去自由 對 妳現在覺得妳被困住了 對 妳最想要自由做的是什麼事 就是跟姐妹出去聚會啊 會跑夜店啊之類的 跳舞啊 喜歡跳舞表演工作 所以姐妹聚會 不能帶小孩去嗎 可以啊 可是就沒有什麼話題啊 因為他們都媽媽 就是媽媽還沒接 沒關係 所以今天妳認識 這些年輕媽咪 然後如果大家一起 帶著孩子出來聚會 這對妳來講不是玩樂 互相聊媽媽緊這樣子 互相就是 所以有點不青春的感覺 對 戴薇薇 為什麼會勸同年齡人 不要這麼找 也是失去自由吧 妳想要做什麼 像出國啊賺錢這樣子 只能待在家對不對 只能待在家裡 就看電視啊 餵奶 然後跟寶寶講話這樣 因為如果我們現在去夜店的話 就很有可能遇到 朋友的小孩 對,然後像我們阿姨好說的 現在都已經是阿姨 你們都有做過吧 沒有嗎 我有做過啊 我在夜店人家過來跟我 我發現這是我朋友的小孩 在夜店看到的 你本來想把他的嗎 沒有,我沒有用把他的 可是就是過來跟我 就是看到一個年輕美女 就是走上來 是 說你是夏克林你好啊 就是... 你是不是誰... 誰是誰是我 對啊 有沒有人想再生一個 馬上 有誰想再生一個嗎 對 李寧真的很愛孩子 所以妳完全沒有被困住的感覺 沒有 妳也是自己戴嗎 沒有 媽媽還是婆婆 婆婆還有阿祖都會幫忙戴 所以妳要再生一個 也是要給他們戴 對 妳阿祖幾歲啊 妳要不要戴我的 50 妳阿祖幾歲啊 阿祖也很年輕啊 59 59 阿祖耶 阿祖不去祖先嗎 沒有 不是 阿祖只是爺爺的意思吧 奶奶 奶奶再上去 阿祖是奶... 等一下 太婆嗎 沒有,就是等於是奶奶再上去 奶奶的媽媽 對 媽媽的媽媽 對,所以妳媽媽幾歲 我媽媽40 妳媽媽40 對啊,媽媽的媽媽只是祖母而已 不要亂搞不好 阿祖是妳的阿祖還是妳 她19歲生妳媽 我的阿祖 妳媽19歲生 她的阿祖啦 她的阿祖只是她媽媽的媽媽 只是祖母而已啦 不要再鬧了 好 三個都19歲生 這是妳生 家人的傳統 小孩也很可愛啊 可是妳想生第二胎 是老公也OK嗎 對 妳有沒有發現他們的照片裡的素顏照 都好少 都好年輕啊 還在嘟嘴巴什麼那些的 請問你們八個人當中 有一個人在臉書上面 有38萬粉絲的是哪一位 為什麼 為什麼 妳為什麼要這樣 Kerry妳是以什麼身分在當 就那時候懷孕的時候 PO了一張孕婦的照片 然後大家都不可自信 就是相信說我居然是媽媽了 這樣子 是覺得看起來太年輕是不是 對 然後下面可能就大家都會討論說 小孩生小孩啊 會不會送去社會局啊 是哪一張這一張嗎 不是 不是,這是生出來了 而且他都是以日系的那種 視覺效果打扮的 很好 那妳的教育理念是看書 還是聽媽媽講的 順其自然耶 就我都也不會刻意去勉強 我兒子要學什麼東西這樣子 就他喜歡什麼我就跟著他一起 我是沒有冒犯的意思啊 可是 剛剛那句話還滿像婆婆問的問題 我說教育理念啊 對,那妳的教育理念是 因為以前我們懷第一台中 會買各式各樣的教育書籍來看啊 因為沒生過教育 對 OK 所以妳是放棄自然的 對,就他喜歡車 我就跟他一起喜歡車 我覺得錄一整集 我就一直在想我兒子跟我女兒 其實你剛剛問就說 幾歲可以有那種性行為 幾歲可以結婚 那我覺得其實我在聽的時候 他們都很好啊 其實每個都很保持健康 所以我也覺得說 你們家的兒子如果十九歲了 就要當爸爸了 你會OK嗎 沒辦法 現在聽你也沒辦法 你現在心情很低落是不是 我只在想說 那個困難很大 你開心一點 那你兒子當爸爸 該面對了都要面對 很不公平的就是因為 對兒子跟女兒的想法 還是必須不一樣 對,不一樣 說實話 我現在說實話就是不一樣 那假如我女兒回家說 她十六歲懷孕 我當然會疼她 可是我孩子會生氣 一定會生氣 那我兒子我也會生氣 可是我現在 我知道假如是我女兒的話 我會更生氣 所以除了BB 剛剛講的爸爸生氣的故事之外 剩下的人 有誰告訴爸爸的時候 爸爸生氣的舉手好嗎 沒有嗎 你不是... 是你自己願意的 是媽媽OK 是媽媽,不是爸爸 不是啊,是你自己願意 提早當媽媽的,不是嗎 對啊,可是爸爸有生氣 多生氣 你沒有跟爸爸溝通過這件事 因為爸爸很傳統 然後那時候先告訴媽媽媽 接受 然後我們再一起討論說 怎麼告訴爸爸 然後是隔了一個月之後 告訴爸爸 怎麼告訴 媽媽先告訴他 然後我在後面這樣 躲在後面 就是有一出戲 就是... 先由媽媽發聲這樣 然後我是... 因為那時候 我們就是直接先訂婚 所以我是想說 幫爸爸就是都用好 然後有一點類似 邀請他來的意思 對,沒他的事 他只要出席就好 對,我通常這樣 他可能比較不會那麼煩惱 也不會這麼的 就是減低他的那個 更氣 更氣 就他更氣這樣 你們的另一半是你的 初戀男友的舉手好嗎 第一個戀愛 都不是 算 我幹糟糕了 你幹嘛 我沒有... 我沒有力氣再問他們 幾歲開始戀愛這件事情 如果你們當時 十七、八歲都不是初戀的話 還好 十四歲談戀愛也不見得要幹嘛 親切手啊、親親嘴啊 我們今天先不涉及那邊 親親嘴不行 十四歲不能親嘴 十四歲耶 不行 羅米歐朱莉葉才十三歲 我覺得太年輕了 因為親親嘴第二天就... 就... 懷孕了 別的招數了對不對 你剛剛問說 我說如果你們當時得知懷孕 然後你們的男友說請拿掉 你們真的會拿掉的舉手 一個都不會 都要生下來喔 所以林欣當時是很堅持要生下來 沒有 我老公說要生下來 然後你不想要 我也同意啊 就是看...我先問他 他想要怎麼做 他跟我說生啊 剛好不生 然後我就覺得說那他有責任 我可以依靠 所以我就說好 然後後來就是 他是先去跟我媽媽講 但是是到我懷孕六個月的時候 才告訴媽媽的 你老公是一個很成年的人嗎 二十五歲 老臉 有需要 等一下有問你這個意思嗎 關你什麼事 可是他如果跟林欣出去 林欣素顏 人家應該會覺得叔叔帶點 對 有可能是叔叔 對啊 然後這是務農的照片嗎 沒有 對不起 所以 你自己有抱著寶寶出去過嗎 有啊 然後路人看得懂 你抱這個寶寶什麼意思嗎 大家可能都覺得 我是帶妹妹出去 然後可能跟一個大叔這樣子 是你在抱怨說 小孩長得很像爸爸嗎 對 超像 這小孩超像爸爸的 很像啊 很像 很像嗎 怎麼辦 因為這麼漂亮的媽媽不去像 沒關係 因為他剛剛說老臉 小孩子會... 寶寶有老臉 小孩子會逃遍 就是切面是想爸爸 可是後面會開始想啊 會像媽媽啦 會一樣啦 也不一定 有的時候會一輩子像爸爸 只讓他高興一下嘛 我們有希望 小瑋斯要哄小孩有妙招 才叫康永當場出場 我女兒前幾天 他九歲 然後他只是一個小玩具不見 然後就吵很久 然後我就說好 然後他找你一不哭他就會出現 都沒有用 我就說 然後也沒有用 OK 你現在如果能夠 憑自己的力量找到這個玩具的話 媽媽就給你四個榮譽大母指 好不好 然後他就說 榮譽大母指 什麼東西啊 對 直到 女兒 有藥啊 所以你對於演藝圈那些帥的明星是沒有感覺的 有些都沒感覺啊 你這個問題的背後是不是要說你是一個不愛帥哥的人 因為他就跟藝人給人家 然後為他宣小孩的意思 是他應該對帥哥沒有興趣對不對 你這個話就是在說他老公長得很不帥嗎 是在你跟他長 然後你跟他長 你不要以為我不會聽到他後面的那個意義喔 等一下 林依說他有喜歡偶像喔 他也不是偶像耶 你喜歡誰 你喜歡演藝圈的誰 林志豪啊 就是演阿布的那一個藝長有沒有 他不覺得他很帥 那是他個...真的 他個人賞美觀 比較不一樣 就那個人演藝長的 對啊 你是成年型的演員嗎 對啊 他喜歡老臉型的 不敢搖頭 他也老臉啊 其他的人帶小孩出去的時候 有被人家問過說 這是你小孩的舉手好嗎 都會吧 對 然後有曾經試著假裝 那不是自己小孩的舉手 你是什麼場所 男子很帥對不對 也不是啊 就出去都騙說 因為年輕啊 就說我妹妹這樣子 所以當時是不好意思承認 對啊 也不是不好意思啊 就騙一下這樣 他老公長得比較成熟耶 你老公很狠耶 長相 他現在就是一個大人耶 對啊 他剛才有講到老公做什麼 三十四歲 冰葬業 三十四歲嘛 難怪這麼陰沉 沒有 他老公是應該造成人家 去冰葬業對不對 可是小孩好像是 小孩也很可愛 小孩是像爸爸 像爸爸 有一個人是因為媽媽講了一個 嬰兒鬼故事 然後決定把小孩生下來是誰啊 你媽媽說什麼 就那時候我當下知道的時候 我就馬上打電話給媽媽 然後說我懷孕了 可是 我有想 可是我不知道說 我做好準備了沒有 然後媽媽就說 我跟你說千萬不要拿小孩 這樣 然後說你後來的運勢都會很衰 好可怕啦 所以你很害怕 你很害怕就決定把小孩生下來 對 那現在小孩生下來 還是會壓在你背上嗎 至少用真人的 真人壓在你背上 請問在當媽媽前 自己平常說話習慣 會講一點髒話的主手好嗎 艾薇薇也會 不會啊 所以你是什麼氣質 是江湖氣那種嗎 也不會到江湖氣可能就 就是愛講一點髒話 不會到三個字就是單字 單字 那米凱呢 就也是餘助詞 現在還是偶爾會啊 可是就小孩在的時候會壓抑吧 因為我女兒現在還不會就是學 到兩三歲 她現在一歲而已 所以我就是當她聽不懂 很快了一歲她馬上 一歲四個月五個月 她就開始 所以等於說尿布拆開 然後她拉了很多 妳就會罵一句說 不會罵她 可能是做別的事情的時候 然後她剛好在旁邊 我可能就是沒有注意 就脫口而出這樣 那蕾玲 妳看起來脾氣很好 妳脾氣變壞了嗎 失去耐心 可是都是長輩在替妳戴啊 可是晚上是我們自己戴 然後可是隔天又要上班 才十個月就失去耐心喔 剛開始習慣 未來還有十八年的路要走 對 因為長大之後會越來越難搞 三四歲的時候 等到她跟你硬碎硬碎的時候 她開始講話了 因為我女兒前幾天她九歲 然後她只是一個小玩具不見 然後她就一直隱隱 說那個東西怎麼不見 然後就吵很久 然後我就說好好找妳 不哭她就會出現 都沒有用 我就說妳不要再吵了 然後也沒有用 然後最後我就說 OK 妳現在如果能夠憑自己的力量 找到這個玩具的話 好嗎 就給妳四個榮譽大拇指好不好 好 然後她就說不要 什麼東西啊 就是這樣 Good girl 喂… 妳們都沒有人用嗎 妳會給她另外一個獎勵嗎 這是榮譽大拇指 這是一種榮譽啊 妳自己留一個用本妳看 因為她 大孩子就問我說 什麼是榮譽大拇指 我說就是這樣 她說 那我還要學會 對啊 妳要原諒妳小孩 她沒有這樣 請問有一位年輕當媽媽 結果覺得錢非常不夠用的舉手 有 有沒有 演員 妳先生帶來的收入 不太夠照顧小孩嗎 很夠啊 就是可能我們太愛花 妳們花去哪裡 都有啊 我老公也是很會花 他會沉迷一個遊戲 其實可以花那個點數花很多 對 就是可能旅遊大亨啊 他就可以一個月 可能放快一萬 就是一直用啊 所以他就覺得很好玩啊 旅遊大亨一個月 可以花到一萬多 就每天買 每天買那個點數三百多 或是多少這樣 買什麼 點數啊 她打得很厲害嗎 其實還好 算就不行 假如很厲害的話 就OK 我給你四個 先生有在玩遊戲的舉手好嗎 所以米凱的先生不花錢了 他也是花錢 就是沒有到這麼... 一個月這麼多啊 一個月一萬這麼多 大概就是一、兩千、三千 芽芽呢 不會花到錢 反而是賺到錢 好玩呢 要生日的時候才可以除菌 生日才能除菌 他生日的時候才可以除菌 那他生日禮物 他才讓先生 生日的時候才給他一點 所以一個月花到一萬多 很誇張 那... 特別那個遊戲啦 那個滿多的 因為太年輕的時候結婚 結果婚禮辦得 比較簡單的舉手好嗎 OK 所以艾薇薇是多簡單 像我女方好友 只有一桌 一桌 對 那總共幾桌 十桌 那男生也太多了吧 男生大概六、七桌啦 我那邊只有三桌 一桌好朋友而已 OK 所以現在有跟公婆 住在一起的舉手 都滿... 有不想跟公婆住在一起的舉手 誰對妳問這集 誰對妳 誰對妳 對妳跟這集不相干吧 不要每一次都問這集好不好 對 現在經過年輕人玩樂的地區 會帶著羨慕的眼神 看著他們說 他們在過妳已經失去了日子的舉手 Vicky舉手 Ricky跟妳沒有關係 跟妳也沒有關係 連碗碗都有 出去行為會比較被放大 我帶我兒子在餐廳吃飯 可是小朋友哭鬧是 我們沒辦法控制的 所以那時候我就都快要失控 妳有不好意思在大面發飆 我老公會說冷住 妳要冷住 因為妳在網路上又是在散發 一種甜蜜家庭的感覺 可是因為我兒子有時候 在公共場上可能會拿 拿面要弄我 或者是一直狂嗚我 但是可能旁邊坐的人就一直在看 就看著我兒子一直狂親我 而且是要親嘴 那滿可愛的啊 可是是我完全沒辦法吃東西 那就是從頭親到了 所以妳很想大吼 可是又不敢大吼 不是 我會說住下 不要親了 然後就一直親... 他愛妳啊 很好 那很OK的啦 或是妳是男生他要一定 一定可以的 可是他想吃飯嗎 那沒關係 那個日子 快就過了 妳是覺得要好好把握這段時間 對啊 因為他六七歲...六七歲男生 他就不想抱妳了 他就不想抱妳了 也是 真的啦 那妳看妳不是喜歡找... 很早當媽媽 妳怎麼還會羨慕別人 我雖然是很喜歡很早當媽媽 但是我還是看到人家 是在夜店排隊的時候 然後我要帶小孩回家 我是心裡就覺得很沉重 其實剛剛像妳講的就是 有時候晚婚也好 可是我覺得有時候 真的是年輕的時候 他們可以跟他們小朋友玩啊 我小朋友會跟我玩球 騎腳踏車我都累死了 你現在體力有這麼差嗎 不是啊 他們玩得不一樣 你說小的時候 一、兩歲的時候 可是他七、八歲玩得 跟一、兩歲不一樣喔 對 對啊 他七、八歲真的是十歲 十五歲玩得就又不一樣 所以你現在會覺得 你的體力已經是沒辦法進去 已經有差了 有些東西你不行跟他玩 其實我跟你說 我那天是兩個禮拜前 我跟我女兒在玩那種 外面的Jungle Gym 你知道嗎 就跑來跑去進去那個洞 就到東園那種 我第二天要帶他去那個動物園 去看聖誕節撈狗公 然後我就把他東西 放進去一個袋子裡面 我會想起來 就嚇到大聲 我的藥就 閃到了 然後我就躺在地上 然後我一動一下就 我女兒跑過來看我 我說你怎麼了 我說大大的爸爸的被受傷了 我沒辦法走路 可是你要帶我去公園園 聖誕節撈狗公公啊 所以就沒辦法 那是吃了很多藥都可以走路 然後 爸爸也是這樣講話嗎 對 沒有辦法 所以你將來可能會拿不動鐵棍 對 我會有問題 他那時候他 我可能六十幾歲喔 對 你知道嗎 你可能會拿拐杖當 我跟我女兒 如果二十歲什麼東西說 我想要結婚 我想要有小孩 我希望他會先跟我講 不是突然去做 對 可是如果他二十歲跟我說 爸爸我想要結婚 我想我應該會OK 因為我就有你們的情況 我能看到他結婚 我能看到他的小孩 我跟妳說我兩年前在醫院 在加拿大 因為我有呼吸的問題那時候 氣喘然後兩天都快死掉了 被爸爸呼吸 然後我就覺得我可能會死 所以我就寫一封信給問了 因為我說就是 就是我可能如果那天你要結婚 爸爸不在 你要知道我非常的愛你 你可能不記得 我跟你在一起的時候 可是我們花很多時間在一起 然後我很想要那天在你旁邊 可以在交湯走下去 送給你下一個你的老公 然後我非常對不起 沒有辦法在那邊 我太晚結婚 然後我跟妳說我都是 一邊寫一邊大哭 那你當時有寫信給你老婆嗎 當然沒有 沒有 沒有 那是同一封信 最後寫 順便問候你媽媽 好好照顧小孩 因為他會近的 你知道嗎 我女兒花那麼多時間 所以你應該鼓勵你的小孩 像他們一樣 就是十八歲就結婚生小孩 其實今天聽完會 不是會鼓勵 可是我會放心 好像他們也顧著錯 所以我覺得本來我覺得 一開始錄的時候 我覺得不行讓女兒這樣 可是他們八個都不錯啊 而且他們把小孩都照顧得很好 照顧得好好的 然後我覺得他們也很好 然後同時就是跟夏立剛講 我們還有點羨慕 因為你十年後你才三、四一歲 你小孩已經十一歲了 你可以出國了 可以去玩也是 對 我們不可能嘛 他們四十歲的時候 小孩大學了 四十歲他就可以玩了 我四十歲就現在啊 他們現在資源也超多的 媽媽、阿嬤、阿祖 對啊 哪次我都會抱都抱不到 大家都可以幫忙顧手 有點羨慕他們 好,我們今天開始講好說 示範給大家看 所以這件事情有做到 因為他們就是有 讓大家看到 有些是他們自願的 有些是雖然非自願 可是發生了他們就接受 然後到目前為止 都處理得不錯 那當然我知道 也會有很多人有困擾 那就是另外一集的事情 對 非常祝福你們 謝謝你們今天來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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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